这小环境啊,长寿村在钓鱼,没得说呀 一会儿我上对面看看那儿有个钓鱼的老师傅在钓鱼呢 我是溜达下来看一看 这个停车场今天车少了,走了好多车 剩三辆了 这个就是正常这个桥头这个停车场 因为今天太冷了我也没换地方 明天17度,后天20度 这小环境住着,就得长寿,要不真实 这小环境是没得说呀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独嘛,这竹子 这个天庭还给力啊 这下就这么一条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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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民宿啊 全是民宿啊 金毛狗啊 炒酒,炒酒用的 这辣肉怎么卖的 六十啊 是人獰 你 你牙一片 走人的 一二三五六七八 一二三五六七八 一二八 不在的 不在的不跟他们了 一是他的 一一片 我真的 两次相亲 谢谢你 还有一点 还有火麻油啊 这个泡脚的 麻油 火油肠 全是好东西啊 吊桥 火桥 我围着这个巴马村整个转了一圈 整个转了一圈 除了当地人 碰到的所有游客 没见着有比我年轻的 都是岁数大的人 都到了长寿村沾着瓜 又想长寿长寿 真的没见着比我年轻的 都是五六七八十的吧 哈哈哈哈 环境上还真是不错 我的房车在上面 上面这有公共停车场 我的房车在那停着呢 山羊 这种羊也比北方的羊幸福 比内蒙的羊幸福 好的天气好 对面这个竹子后边就是停车场 打架头的 这种钓鱼不来啊 那个坐在湖中间钓去 河中间 这个刚在这儿钓 对面还有一个钓鱼的 这鱼肯定好吃 活水鱼 这么一个小网 这种玩意料你看 在这儿钓鱼肯定 就是这个鱼肯定 这种玩意料 这种玩意料 是有没有人 这种玩意料 这种玩意料 对面 鱼肯定是不一样 这是有用的